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你的OpenWrt里面安装 CASIO 很多小伙伴们都有这个软路由 或者是有一个树莓派,斐驯N1等等设备 他呢,刷了OpenWrt当作软路由使用 而且呢,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如果他不想破坏这个OpenWrt呢 又想体验我们的Home Assistant 那么我现在呢,就教大家如何在你的OpenWrt的Docker里面的环境安装CASIO 那么这期教程呢,我主要用这个树莓派来演示 其实呢,斐驯N1呢,跟我这期教程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你是斐驯N1呢,也可以用这个教程的命令来实现CASIO的安装 首先你的OpenWrt呢,要有这个Docker的环境 有Docker的环境才可以安装这个CASIO 那么我们看呢,我在我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叫OpenWrt,Docker环境安装CASIO 并且呢,支持这个斐驯N1和树莓派 我们往下看哈 我们首先呢,先打开这个OpenWrt 我现在在这个树莓派上面已经刷新好了一个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OpenWrt 我们点击这个登录,登录进去 登录进去,大家看我这个树莓派呢,是3B加的版本 这个树莓派的镜像呢,OpenWrt镜像是我自己编译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会在视频的描述区 放置这个树莓派3B加的镜像下载地址 同时我也提供了X86的镜像的下载地址 我们先来到这个左侧的Docker 盖栏这个位置 我们第一步呢,是需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容量是否够 大家看,默认安装的这个Docker环境呢,容量非常的小 所以不足以来安装我们的HashIO 第一步我们需要扩容,我们需要把Docker扩容 我这个树莓派的TF卡呢,还有空余空间 我们先来到系统,磁盘管理里边 我们看,我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空余空间 并没有分配给其他的地方使用 我们在这个位置点一下修改 然后我们看 拉到最后呢,我们看有一个14.33GB的 因为我这是16G的卡 刷完OpenWrt呢,它还有14.33GB的空余空间 我们看这里位,这个位置呢,显示FreeSpace FreeSpace呢,就是空余空间 我们点击这个新键 我们新键之后 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格式化的按钮 我们点击这个格式化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分区格式 这里我建议大家选EST4分区格式 然后我们点击格式化 这个时候 这里就显示Formating正在格式化 好,格式化完成之后 我们看这个14.33GB的剩余空间 就是EST4分区了 这个分区格式完之后 它是没有被挂载的状态 我们怎么挂载它呢 我们首先 我们打开一个DOS窗口 我们用SH命令 sshroot at openwrt.local 连接到我们的openwrt之后 我们输入df-h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Docker呢 是挂载到这个路径下 并且呢 是overlay一个分区格式 那我们呢 首先是要把它卸载掉 我们输入etcinit.d-docker d-stop 这个命令呢 就是把我们的Docker 先暂停运行 我们暂停之后呢 我们看这Docker底下呢 应该就看不到概览了 它就会报错 然后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输入fdisk-l 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14.3GB的这个分区 在这 我们需要把它挂载到 刚才那个opt的目录下 我们用mountdevmscblock0p3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分区的名字 把它挂载到Docker opt-docker下 回车 这样呢 我们再输df-h 我们看 这个Docker呢 就会有13.3GB的容量了 那么这个重启之后呢 它会丢失 那我们怎么把它 让它重启的时候 自动加载呢 那我们把这个刚才的命令 要把它加到启动项里 我们用history看一下 刚才我们的命令是这个 一个是停止Docker 一个是挂载我们的新的分区 我们把它加到启动项里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回到系统 启动项 我们把它拉到最后 最后一个自定义的一个部分 我这之前的不需要的 我把它删掉 把刚才的命令呢 一行一行的贴到这里 我们把这些命令 加到esit0之前 它就会开机的时候启动 这四条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先停止Docker服务 然后卸载Docker 现在挂载的路径 重新挂载Docker的路径 然后再把Docker服务启动 然后我们点一下提交 它就保存了 也就说下回重启的时候 你的Docker的容量 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挂载你比较大的分区 我呢 现在在不重启了 我直接手动执行一下这些命令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Docker里边 再看我们Docker的概览 我们看 这个Docker一共有13.27G可用了 我们回到网站 回到网站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文件 因为HCI-O呢 它官方只支持Debian系统 所以呢 我们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来达到一个使用HCI-O的目的 我们要在opt-docker-HCI-O这个目录下 新建一个jobs.json文件 它的内容呢 是这个 忽略健康检查 那么到opt opt-docker 我们用nano命令 如果你没有nano命令 你就用vi命令 jobs.json文件 然后我们把刚才这句话粘贴进来 按下Ctrl-X 按Y 保存 如果你是vi命令的 n冒号 qw退出 然后 我呢 给大家提供了两部分的 Docker安装的命令 一部分呢 是RX64架构的CPU 这种CPU呢 包括数位派的64位系统 还有斐薰N1 或者是你 比如说你有贝壳云等等 装这个ARM半64位的 都是可以用这个命令的 下面呢 是X86的软路由 如果你是那种虚拟机的软路由 X86的 可以用下面这行命令 我们把这个命令呢 全部复制下来 还是打开我们刚才那个SSH的窗口 我们把它全都粘贴进来之后 按一下回车 Docker就会自动拉取镜像 并且完成安装 那么这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快进过去 好 现在呢 我们的SIO的镜像呢 就拉取完毕了 拉取完毕 我们回到这个Home Assistant的容器的概栏里边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概栏 我们看容器这个位置已经变成1了 我们点容器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拉取的这个镜像 HASIO Supervisor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这个SSH窗口 我们用Docker Logs HASIO下滑线Supervisor 来看一下日志 那我们看 最新的日志是 Downloading for Docker Image Home Assistant DNS with Tag 2020 11.0 HASIO安装完毕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拉取一些自己需要的相关的容器 也就是说 你现在呢 只需要等待 其他的事情呢 你不需要做 它会自动的帮你把所有的容器都拉过来 并且呢 成功的启动 那我们现在稍等一下 这个页面可以随时刷新 它拉取一个之后呢 会多出一个 拉取一个之后呢 会多出一个 直到我们看到有一个容器的名字叫 Home Assistant Landing Page 大家看这个DNS 它已经拉取完毕了 那么拉取的过程呢 我也给大家快进过去 我这大概等了四分钟五分钟的样子 我最新的这个容器 已经启动四分钟了 我们看 它已经帮我们拉取了很多个镜像 然后最后一个是Home Assistant 到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8123这个端口来观察它的进度了 我们再打开一个 网页 我们输入Openwrt.local 冒号8123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Home Assistant正在安装的这个界面了 这个安装的过程呢 之前我已经做过教程了 它呢 在拉取完Home Assistant的镜像之后 就会让我们执行这个全新的注册 并且安装配置等等界面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安装 你就可以根据我其他的教程来进行配置你的Home Assistant实现智能家居系统了 那么我呢 就不等这个Home Assistant安装完毕了 这期节目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